大S流产是注定的。原来13年前早预言还类崩序院,知情人士痛接,她曾用胎儿救小S。 大S近日证实第三胎已经终止怀孕,相当难过失去了一个宝宝。 即使与汪小菲都曾祈求孩子能够平安成长。 但仍天不从人愿,产检时医生发现胚胎停止生长没有心跳,讨论过后决定拿掉,让不少人相当心疼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 根据ETTK星光云报道,大S在怀第三胎时,就曾忧虑地说。 我年纪已经很大了,生孩子真的对我来说太辛苦了,但是我们怪谁,是我自找的。 也很惊吓第三胎来得太突然,先前就有工作人员透露大S孕吐严重。 还常常晕眩快昏倒,没多久后大S健康就出状况送医治疗,才发现原来是怀孕了。 图片来源,镜周刊。 近日网友翻出13年前她在康熙来了一节目片段,赫然发现原来大S流产是注定了,13年前早就预言。 原来节目上小S谈到她生投胎时,医生认为宝宝不健康的几率很大。 因此要小S做心理准备,大S听完后心急如焚,看到妹妹难受的样子相当不舍。 于是默默发誓许愿如果徐家,一定要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的话,我愿意生这个小孩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。 之后小S顺利的都生下健康的孩子,大S怀孕后开始一神离鬼。 连小S跟医生都不解为何大S一直觉得自己孩子会出问题。 之后大S产下一男一女都是健康宝宝后,才对小S坦诚自己曾泪崩许愿的事。 因为她每次许愿都很灵眼,因此才会一直担心受怕会不会真的生不健康的孩子出来。 小S得之后立刻泪崩许愿,相当的感动也骂子子太笨了,怎么能许这种愿望。 图片来源,ETTK星光云。 有知情人士透露,大S其实曾用胎儿就小S,大S一直很遵守怀胎三个月不能说的习俗。 不过大S怀第一胎时,小S卷入了胖达人的炒故案,大S为了让媒体可以转移注意力。 因此主动破解宣告自己怀孕,让媒体追着她跑,也因为大S这样做,才让小S在那时有喘息空间好好处理。 让不少人得知后感动得说真的是姊妹情深,能有这样替自己着想的子子是福气。 图片来源,中三新闻。 来看看,大S类崩许愿生不健康孩子,25比46秒开始,影片。 影片来源,康熙来了。真的好感人。小编看完都哭了QQ。